大家好,歡迎來到Me Before You 系列的第一集 我們這個系列會邀請不同的嘉賓來講解大學的不同科目和大學的生活 我是今天的主持,Belle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Monica,我們去年的Awardee Monica,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Monica,現在在香港城市大學獸醫學院讀一年級 去年見你還在讀Medic,為何轉了做獸醫? 其實故事也有點長,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我第一季發作 我在Medic的時候,SAM2就變了GAP semester 我沒有上課,我試了很多不同其他東西 加上那時候很巧,我們學校開始有政府資金 學費由十二萬一年變成四萬二千一 很吸引,對吧? 然後就留意多了 接觸動物也多了 發現原來獸醫也不只是貓貓狗狗 而且也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一個科目 於是我就轉過去了 後來 你覺得如果要讀獸醫的話,什麼人適合呢? 其實第一時間大家可能會覺得是一定要喜歡貓貓狗狗 但首先是除了貓貓狗狗之外 原來我們還有牛、豬、馬、羊、魚 還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其實都要讀的 所以如果只是喜歡貓貓狗狗 而其他動物可能很少有興趣都要留意 因為我們要讀的東西是一樣的 然後就是不怕髒、不怕很辛苦 即是說髒的話,醫院可能是糞便或是血 但如果我們還要去到農場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農場有很多小昆蟲 如果你個人是很接受不到的話 可能你六年甚至之後都會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們在說獸醫的話 是要去到不同地方實習或者工作 很多地方都是沒有冷氣的,不像醫院 而且衛生程度也未必是很乾淨的 所以這些是一定要考慮的因素 你覺得除了對患者是由人變動物之外 你覺得跟患者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說做事的話 其實你剛剛說得很對 患者是由人變動物 但你要考慮另一件事是你的客人 因為如果你為你動物的時候 你為動物做最好的決定 但那個未必是你客人想要的東西 例如農場 我們的患者是他們的產品 所以其實有很多東西 可能要去磨合、平衡 可能他們的收益 以及他們實際幫助動物做的事 你要取得平衡點 這些其實有很多很無奈的位置 但每一行都有這些位置 所以都要知道什麼 比如說一些開心點的事 YouTube 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之前科技可能比較多是就這樣讀書 但我們都一樣要讀 anataphysia 然後 pathology 一樣是醫療的東西都要讀 但因為關於動物 所以我們是出很多field 你們可能是去到農場 但我們是去到農場 或者可能是出船 去數一下海豚 assess一下海豚 或者是我們實習的話 可能是去一些動物 貓貓狗狗的 shelter 大家都會接觸到 或者是馬術中心 然後真的去到碰到那些動物 然後我們一個月都出 所以在上學的時候就出三四次 暑假的話 整個暑假都要做 整個暑假都要做 今個暑假就是 Year 1加上Year 2 就總共做12個星期 是暑假抽12個星期出來做 全時間 所以如果本身很喜歡動物 不同類型的動物 因為沒得選的 一定要做這麼多 即是豬 如果你覺得很臭很厭惡的話 你要好好考慮自己是否適合這行 那你覺得獨秀醫這個科 有什麼其他出路呢 其實除了大家可能比較接觸不多 是自己家裡的寵物要去看醫生 但是我們可能在說AFCD 即是漁龍署 其實可能他們都需要一些 policymaking 是跟動物有關的 又或者做一些安排 也有一些可能我們之後會有專科 可能是馬或者一些farm vet 就是去農場去assess 所有動物的健康情況 又或者去安排一些medication 或者是疫苗 也有research 而這個我也很有興趣的一個path 其實不只是研究關於動物的病 因為其實人和動物之間 也有很多傳染病 你也有讀到 Zoonosis那些 可能之前說SARS 那些都是有一個spillover event 就是動物傳去人 但是香港往往 可能很多我們現在人類的醫學 是挺發達的 但是香港其實對於動物這方面 就是手衣這些 是比較新的領域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是一個很有potential的一個位置 尤其是我們說One Health 這個concept 其實就是很講 不同discipline的合作 去保持一個環境 動物和人的健康 那你覺得除了CTU之外 想讀FAT的話 還有什麼途徑可以讀呢 其實在CTU有之前 大家可能想讀 就會去台灣或海外 那現在有一個最大的關鍵 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其實是希望 鼓鼓鼓香港受醫這個學業 和我們本地的受醫 其實現在在台灣的大部分受醫的大學 都已經回來香港都要考牌 就好像以前我們說讀MEDIC 如果想在本地執業 就通常在本地讀 因為你外國考回來其實很難的 所以現在可能 之後就會有同一個關鍵 另一個就是外國 澳洲的東西都要回來考 現在暫時是不用的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國際認可的系統 一個就是澳洲 一個就是美國 最出名就是這兩個 基本上有這兩個國際認證 可以走到這裡 之後我們國家都在頓 motivates 希望這裡的學生出來 本地也可以做 還有國際也可以做 聽說有些學生對技 Punk 科學科學科科 com 特律 mentor supernatural HIMTO 都是很多 dessa個案 其實都會很多的 我聽說 uso科学科学科学科 chiar GPA是3.6以上 你一直保持GPA 就可以去手衣 甚至是BioMed 再去手衣就可以省時間 但有個位置你很不肯定 可能你讀前幾年的壓力一直都很大 因為你一直保持GPA是漂亮的 所以都會辛苦 而且外國有個很大的關心 就是最近我認識了一個在Cambridge讀VET的學生 他們學費是60萬港元一年 加上你在外國再生活的時候 明白 既然VET這麼大壓力 你們有沒有什麼社會可以抗議 他們一定要說手衣裝 之前其實一直都沒有手衣裝 但到了我們這一屆 就是很想之後的Freshman 可以有更多的體驗 因為只讀書的話很沉悶 而且我始終覺得手衣 是很重視Experience的一件事 要接觸更多不同的動物 才知道他們是怎樣 或者除了動物之外 最好是接觸更多社會不同的人 除了是增加我們自己跟他們溝通 或者解釋一些東西的能力之外 我自己覺得在香港 其實手衣仍是一個頗冷門的一件事 很多人就覺得 好像剛剛這樣說過 有一些固定的看法 但其實原來可以有不同的認知 或者可能一些到底動物 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 才可以令到他們有一個好的威風 或者應該怎樣對待自己的動物 怎樣去訓練才不會去融錯方法 然後可能可以改善大家的關係 我覺得這些位置很值得學生在這個年代 已經去釋放不同的大眾 那你知中心打算搞甚麼活動 有甚麼吸引活動 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現在很多東西都是籌備當中 因為第一年我們都在跟學校聊天 但如果給中學生的話 我們是想搞一些 比較可以讓他們接觸到動物的地方 可能他們就會發掘到自己的興趣 例如剛才說出船看海豚 其實原來香港還有很多海豚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可能出一次 有一次是一兩小時已經看到二十多條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 可能大家平時日常比較少接觸到 我們就想學生可以多些機會去看到 今天我們大致講了 成大獸醫的課程 實習和出路 如果還有其他關於獸醫的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去Monica的頻道 如果你們還有對其他科目有興趣的話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今天就到這裡 Bye Bye